头稻茶真的很脏吗?为什么要倒掉?头稻茶到底能不能喝? 第一次泡开的茶水究竟要不要倒掉呢?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,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爱喝茶,并且也喜欢研究茶。 在茶圈里,头稻茶不受待见,人们往往会把它倒掉。 等第二遍茶叶泡开,才会端取茶杯慢慢细品,那问题来了。 人们为什么不喝头稻茶,难道它很脏吗? 其实有关这个问题,茶圈早有争论。 有些人觉得茶叶上有农药残留,有重金属元素,还有一些泡沫脏东西,这样的茶水压根没法喝。 所以这部分茶友认为,真正的好茶从第二遍冲泡开始。 当然,也有人觉得头稻茶汤水浓郁,茶香四溢,里面包含了整个茶汤的精华,倒掉实在太可惜了。 因此,这部分茶友会认真细品头稻茶,那头稻茶究竟要不要倒掉呢? 过去,人们种茶都是任期吸收日月精华,朝露雨水,自由生长,等时机成熟便去采摘。 现在,随着国内对茶叶的需求量变大,传统种植已经满足不了市场。 人们开始大规模种植,为了让茶叶长得更好,喷农药蛆虫,往土里施肥,都是正常现象。 但这也导致茶叶上有农药化肥残留。 那头稻茶真的可以洗干净茶叶吗? 这里得说明一下,市面上大部分农药只在油脂里溶解,它们无法溶于热水。 重金属也是如此,所以,想靠第一道茶汤洗去浓残留估计不太行。 另外,泡茶时出现泡沫并不是茶叶有脏东西,有灰尘啥的。 这一切都是茶造素造成的。 茶造素是茶叶里特有的一种天然物质,它被废水冲开后便会产生许多泡沫。 这导致头稻茶卖相不好,不过这玩意儿只是看起来脏,但实际上不脏能喝。 所以,头稻茶没有大家想的呀,脏到不能入口。 那头稻茶该不该喝呢? 其实这得看是茶叶了,如果是不发酵或者轻微发酵的茶叶, 它冲泡出的头稻茶不建议倒掉,因为这种茶就涂一个新鲜。 开水一冲,茶叶里的营养物质便很快吸出了。 精华全在第一泡的茶汤里,包括嫩滑鲜香的口感。 如果倒掉头稻茶,那真是太可惜了。 如果大家心里实在个影,可以用五六十度的温水快速洗一遍茶叶,便能冲泡头稻茶了。 除此之外,类似红茶、乌龙茶这样的发酵茶,虽然茶圈盛行倒掉它们的头稻茶, 但实际上,经过揉拧发酵的茶叶,体内细胞早已被破坏。 所以,它们茶汤进出的速度很快,第一泡便能激发出它们宜人的香气、光亮的色泽, 以及各种营养物质,因此,不建议倒掉这类发酵茶的第一泡。 看到这里,可能会有朋友好奇,那什么茶,手泡不能喝呢? 那就是黑茶、博尔茶、白茶。 这类存放多年的老茶,一般得干醒一轮,然后湿醒一轮,才能迎来真正美味的茶汤。 由于陈年老茶苏醒需要过程时间,所以它们的头稻茶一般香气不足,茶汤色泽不高,滋味寡淡,倒掉也不会可惜。 而且陈年老茶,无论咋样保存,都不可避免带些沉味。 头稻茶正好能清洗一遍,老茶身上的沉味,洗去一部分杂质,为后面的茶汤做铺垫。 所以,头稻茶究竟要不要倒掉,还得看看是什么茶叶充泡的。 对此,大家觉得呢,我们一起来烙了。